我自己盆是给未来老婆买的 我不是这样价我都没价 花了多少钱 三百 重新组建家庭了吗 没有感情基础 不得沟通吗 不得高薪相处吗 我天天晚饭后 我给她泡不久 你还要给女人洗脚啊 老婆你坐着沙发上 厨房不用你管 我给你洗点茶 你坐着先品品茶 你一品茶这个时间 我在厨房刷碗刷牌的 因为我准备要找人了 我心里讲 不管我未来的老婆是哪一位 但现在这个先妻的工作 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做了 我在做了 我178的最好是165的 160的也可以 其中多少我没有限制 胖一点都不显得复腾吗 但就是说 现在如果哪个女人 想过俩处的话 这个经济这个事 必须得谈明 谈特别明了 就是说你的工资多少 我不介意 我也不问开多少钱 就你的工资 我的工资 啥的工资 能不能放到一起 这就是咱俩的 日常生活的开销 因为讲 重新组建个家庭 男人有男人责任 女人 你也是这个家的一分子 你也有你的责任 那这是放在谁那呢 放在谁那都可以 放在他那我也没意见 可以啊 我离不了这个东西 我的衣服洗完了 你看洗完都运八分钟 都带着放 你看我这些衬室 下的下穿的 你说这洗完了 你不运怎么穿吧 折折轰轰的 折折巴巴的衣服就不穿 不穿 我没那习惯 你看我的床单 你有这吗丫头 不允许 你洗完了 你不孕的话 你折折巴巴 你咋往上扑 吵多难受啊 这哪还放着这个呢 就像酒店似的 昨天我新买的 你两个女同志来了 那我这屋怎么得 怎么得有点样 你第一个智光感觉 说这个人 这个男人真的挺洁净的 挺大安静的 挺利索的 还收 中午里让的 手里这么有样 你看我这旅游鞋 我现在是老头了 你看我这旅游鞋这边 旅游不利索 干不干你啊 这鞋穿多久了呀 满下四个月了吧 四个月啊 然后每次都得擦着 对呀 回来我出门的 出门回来 我必须得收拾利索 收拾完放这 你再看我这皮鞋 挺亮啊这皮鞋啊 一尘步的 哎呀 跳板跳板 这得说一天 这得洗一遍 你脱铺头都整这么看见 你看 真的像新买的似的 没用过似的 你这都用多久了 这个用能有一个多月 只管感觉你瞅着 我自己瞅我都舒服 啊 这实际上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不是说给别人看 我这毛巾都是 三天两天就洗一遍 因为那毛巾 你下个前天都热 说它擦汗呢 它就有一味 所以你不能放时间太长 三天两天洗一遍 你说那毛巾顶上 如果擦汗啥有意味的 你一擦脸的时候 那味道不全你吸进去了 那都难活了 哥们儿 大哥咱单身多久了呀 单身三十多年了 一直这样吗 一直就这样 你这有点像一个女人的家呀 你看长得啥都绿绿正正人 那我这朋友上午来做客户说 你太干净了 你这么洁癖呀 我说跟那个不靠边啊 别跟我往那上歪 我说我就是干净利索 你就是为了别人进来看挺舒服的 不就我自己进屋开个门 我进屋 从哪儿哪儿我都舒服 啊 从哪儿都舒服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自己瞅得舒服 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单身呢 我看好像不舒服 我看好像不舒服